哈喽大家好,我是风云乌鸦 希望西红子世界赛单打赛的第三盘预测来了 目前单打赛的比赛已经来到了1比1平 基布和罗密菲尔看似都已经使出了压相级的绝技 可能会有人说 也就基布使出了全力,罗密菲尔还早着呢 我是无法认同这种观点的 毕竟目前这种通过调节体内激素来激发自身潜能的能力 是他越级对抗比斯麦 并且是至关重要的抢7局的时候失败的能力 我很难想象一个初中生居然会和高中生的对决中 他居然还留守,你知道吧 我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作者之前为了铺垫罗密菲尔的强大 有安排他和龙马就是稍微对决了一下 龙马好像没有讨到他们便宜 如果说罗密菲尔约等于龙亚 那么他俩分别对决过的高中生 比斯麦岂不是要强于莱因哈特 同时莱因哈特又强于阿玛迪斯 所以准职业大于职业 职业拳手果然是个debuff 总之如果先不考虑作者 那不克服的债地体系 我们单从最新一期中罗密菲尔的状态也能够发现 此刻的他已经是累得不行了 可能会有人说他还能恢复 不过要是他那种开剑王拳的消耗还能够恢复 我只能说鸡布真的是输得不冤 这个太腻天了对不对 不合理 而且如果这招他没有一定的反式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被比斯麦逼到抢7的时候采用呢 早用早享受啊不是吗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激素调节能力 会造成一定的增伤 这一点应该是后面剧情的关键点 恰好 鸡布的现在这个能力也是暂时的 靠的是同力去窥见未来 所以这个比赛现在已经进入了双方都加速消耗血潮的阶段 鸡布消耗同力所获得的力量 应该是要强于罗密菲尔调节体内激素所获得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罗密菲尔开这个状态的时候 两人的比分是4比4 所以这个4比4过后 两人都是处于超进化状态 不过比赛的最终比分是鸡布7比5英球 所以可见 在超进化状态下的鸡布是强于罗密菲尔的 如果单同这个设定来看的话 鸡布第三盘是必赢的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 罗密菲尔他已经没有底牌了 不要再考虑他还有什么底牌的第三盘露出来 第三盘将怎么会出现一定的反转 甚至让鸡布去输球 肯定是鸡布的体力先见底 首先鸡布先开状态 从持续时间上他已经不占优势了 其次 基础状态下的鸡布是打不过罗密菲尔的 强化状态下的鸡布是强于罗密菲尔的 所以鸡布通过开状态 获得的提升也是大于罗密菲尔的 那么他的消耗量必然是大于罗密菲尔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说 那鸡布状态先结束 那他岂不是就必输了吗 第三盘不用看了 不一定 即使两边都是属于那种烧血的技能 同时鸡布还烧得更快 但他也不一定先倒下 因为谁先倒下 这个还取决于血槽的长度 以及个人的意志力 我觉得作者后面如果非要写鸡布营 最好还是从意志力层面去写 这样会更有意思一点 可以是鸡布血槽先见底 也要他想起之前的种种屈辱 想到自己为了自身的那份骄傲 所付出的努力 想到自己作为日本第一位出场选手的重担 想到自己作为初中人生组 队长的那份职责 硬是把罗密菲尔也脱光了血槽 最终两人靠意志力 鸡布显胜 这样我觉得就 第三盘就比较完美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于后面赛场的看法 不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都希望你在评论剧中留下自己的观点 同时也希望你对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